上学时间学生双脚穿着不同颜色款式的袜子 就是为了响应儿童福利联盟主题的不一样 不再是霸凌的理由 根据儿童福利联盟问卷调查 发现近九成学生遇上班上同财被排挤的情况 源头在于与对方的不了解 可能是嘲笑甚至是没有恶意 但已经产生了围棋式的现象 那我们发现说其实常常的霸凌源自于我们觉得 同学好像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导致一些排挤 那围棋式的定义在美国上会觉得说 这是比较不自觉的 就是没有恶意的 但是在霸凌坛的比较是针对特定的对象 我们从围棋式如果我们可以去注意这样的面向的话 它就不至于衍生到后面的校园霸凌事件 其中三度担任儿童福利联盟代言人的颜亚伦 这次也走进校园 响应这次的反霸凌主题 记者会上也分享自身的成长经验 而儿童福利联盟执行长白立方 也表示校园培养学生 尊重每位学生天生的不一样 不让学生产生围棋式 霸凌事件也会减少 学区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对学生来说 蛮大的考验 因为我自己也有跳过学区 你会发现原来跟我一起升上来的同学们 都不在同一个社区 然后都不认识 所以你一定会是比较被外面的 所以曾经有过在 活动的时候有过这样的经验 怎么样解决歧视的问题 当然就会回到校园的经营 所以我们觉得说 老师能在平常的课堂上 要多谈谈什么叫做多元 那我们尊重多元 包容不一样 其实本来社会上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自己的样子 那我们最不希望的是说 在青少年期间 其实孩子就要开始发展 自己的个性啊 才能啊 那不要因为这些不一样造成 彼此的伤害跟排挤 为其是因为有不容易察觉的特性 常常隐藏在校园中 引发后续的霸凌议题 而儿童福利联盟也邀请全台国中小 在11月3号到11月30号 让学校选择一天 全校师生两脚穿着不同的袜子到校 力挺反霸凌议题 人间卫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